国际方面 7号是伊朗宣布终止履行 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并设立60天期限的结束日 也就在昨天的伊朗宣布 将不再受伊核协议所规定的 浓缩油封度3.67%的限制 并将逐步终止履行 伊核协议部分条款内容 7号当天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 及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 卡麦勒·万迪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联合发布会 卡麦勒·万迪宣布 针对美国去年5月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及其对伊朗的不断施压 伊朗将在数小时内启动措施 按照伊朗的需要 逐步提高浓缩油封度 不再受伊核协议3.67%的限制 不过它没有说明 提升浓缩油封度的具体数值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西 在发布会上强调 伊朗采取这些举措 是对美国撕毁伊核协议 以及欧盟未能履行协议相关承诺的回应 伊朗今后将以60天为一个周期 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直至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挽救伊核协议 去年5月8号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确认伊朗并未违反协议的情况下 美国仍单方面宣布退出这一协议 并随后陆续恢复 甚至是追加对伊朗的各领域制裁 使伊朗无法获取伊核协议中 承诺的经济效益 有分析称 美国的行为 使得伊朗的石油出口 从每天250万桶跌落至40万桶 而伊朗方面也不止一次威胁 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这使得国际油价频繁出现震荡 与此同时 由于汇率的不稳定性 一些伊朗人甚至开始用 腰果和地毯换取外汇现钞 军事专家认为 随着中东局势的紧张 不排除美国将对伊朗 进行精准打击 这一切都会用于汇率的不稳定性 这一切都会用于汇率的不稳定性